英哥土生土长的陶艺家李秋吉老师 他小时候就想学坐陶 但却被家人以太辛苦的理由给阻止了 但是他对陶艺依旧是热情不减 最后还是一头栽进了陶艺的创作当中 最近他的作品是融入了环境的议题 希望来提醒大家守护环境的重要性 对英哥土生土长的陶艺家李秋吉老师说 家人认为坐陶辛苦 希望他努力上学 但是他对陶艺的热情始终不见 长大后还是一头栽进陶艺创作的行列 虽然说土生土长 但是以前的家长 他很不希望他的子女 就是在踏入在从事这个行业 那我是比较另类的一种方式 就是说小时候很喜欢 但是家长不没有同意 所以说我的学习背景 就是以电子电机理工的方向来走 然后等到我毕业了以后 回到英哥来的时候 我在重新的踏入这个行业里面 那在整个一个行业来讲的话 对这个感情是比较 感情比较深厚一点点的 就是说以前得不到的 然后现在会很珍惜的去把它重新的再展演一次这样子 所以说在整个一个 在这一次的一个主题展里面的话 我就大标题我就用传席 跟一个艺术的一个分享来做一个花表这样子 近十年来环境议题逐渐受到大家的关心与重视 因此李秋吉老师也开始在创作时 融入关心环境的意念 其中介入这个作品 就因为不同材质在一起产生的突兀感 就像是生态被不好的物质所破坏一样 因为环境的破坏是这几年 我们在整个一个大地里面来讲 整个一个就是我们的周遭环境来讲的话 是一个蛮大的议题 就是不管你是土石流或是河川的一个破坏 那生态的一个破坏 环境的破坏 是一个大家都蛮值得去探讨的一个问题 那我就用我的作品里面的一个系列来把它发表出来 让大家去省思到我们对环境的一个破坏 然后所自己要去承担的一个获果 此外 黎秋吉老师向来喜欢在幼料上做突破 因为幼料中加入不同的元素 会让幼色更加的千变万化 幼料这个部分是我最主要的一个主导的一个方向 那这几年也受到蛮多老师的一个提系 就是说比如像张继桃老师 杨作中老师 还有之前的蔡隆佑老师 他对我都蛮照顾的 都帮我指导很多的一个幼料 让我在这个学习的背景里面有一点点基础出来 那形体的部分也是我这几年必须要思考的一个模式 因为在英哥长大的一些工作者 除非他是说过很正规的一个教育体制来讲的话 他才有一个新的创作的一个源头 比较就是意向的一个源头 那在英哥的一些工作室来讲的话 他大部分都是注重在容器上面 那我就跳脱了传统的一个容器 然后用不同的一个思考模式把它展演出来 比如像我们的一个我们现在正前方的这一件作品 介入的这一件作品来讲的话 他已经跳脱到传统 他已经没有所谓的实用功能了 只是观赏的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艺列的艺术容器之类的 那比如像我们在我的右前方这一件 然后他就比较属于传统的一个容器 但是我又呼吁他新的一个仪惠给他 我上面用三角形的不锈钢把它结合出来了 然后又有不同的一个容器出来了这样子 现在的英哥已不再是20年前都是量产陶瓷的工厂 而是一个国际化让世界各地的陶仪家都想来这里做陶的地方 工作是灵力更增加了彼此交流的机会 因为这几年来讲的话 如果说淘博馆来这边好像迈入第14年第15年了吧 那淘博馆还没来进之前我们的英哥的一个生态就是 他是保持了一个很传统 然后一个比较没有冲击力的一个环境 大家都安分手急的在创作 在生产 在行销他自己 那这几年淘博馆进来了以后呢 我们整个一个英哥的一些淘博工作者来讲的话呢 他会迈向比较跨出门外 就是本来是在门里面来工作 那现在会跨出门外 然后会跟外面的不管你是国际性的一个接触 或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联谊 大家都会互相的去做一个结合 会做一个结合 不像以前就是我只做我自己的 不管他 那现在就会比较结合了 所以说淘博馆这次会办这次的一个工作室连展的话 是对我们有一个满满冲击力满大的 就是大家会自己说 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的最好的一面拿出来这样子 然后会把自己所这几年所学习的一个不同的面貌 呈现给我们的观众 我们的来宾这样子 在阴哥有不少在地给娜作陶的故事 欢迎大家一起来感受更多动人的阴哥作陶的故事 中家新北新闻阴哥采访报导 不是这个智来 hak kein理想就是 方拉人界的画面 Steelその手梶才有很多 那么大方会是 很开的 但是这些摆约Get 这个就是像青鸟筹的主动